主席 主席 你也希望其他的看直播的市民 聽直播市民 想想 究竟這幾位議員 他是真的想影響結果 還是真的想表達棄權的立場呢 主席 主席 立法機關是監察行政部門 主席 有些同事就閉門,就說了些話,有些就不說 十幾萬人上街,幾萬人在外面集會 主席,這個不是葉劉淑儀議員所說 是不是批准一個外人入境而不解釋的問題 可能葉太以前還想起自己 做入境處長,做保安局長,搞我23條的時候 或者搞好23條,因為搞到做不到 令市民的權益得到保障 所以他經常想著,我入境我都不解釋的了 主席,我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如果不是,中聯辦就不會找梁家樓議員 正如有些同事所說,中聯辦有多可找梁家樓議員 他找他,談電視牌照 很明顯是香港的自治範圍 但是最後他關心的是什麼呢?中聯辦 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即會說這件事是非同小可,事關重大 但是本會有些同事,很奇妙的 更奇妙過《奇妙電視》 吳亮星議員在上個禮拜 當我質詢有關醫管局 停止了余卓民教授封刀的事件 吳亮星議員說,他說要P&P 嚇得我跌了在地 我從來都,他P&P都沒有投過贊成票 他說余卓民被封刀要P&P 那你說香港電視寬頻 不獲發牌,搞到滿城風雨 但是吳亮星就說,不是啊 那究竟你說什麼啊? 我還記得石禮謙議員 在梁振英選特首的時候 要查回十幾年前的東西 他是很主力推動P&P的 究竟這件事 香港電視發牌 是不是都一樣這麼重要呢? 為什麼石禮謙議員 就先會用了這麼多時間 前半段 跟著說,但是,然後 就反對了 主席 我們要問的就是 究竟是不是不可以透露 其實不是 因為事實上呢 有好多的同事 是見過特首 或者其他消息人士 慢地說的 有好多的文件 有好多的論據 甚至我們本會的議員 譬如田北辰議員 他引述了一整半篇的演詞 都是說他聽過特首說什麼 當然有些同事就說 你小心啊,你被人滑一獲都可以啊 因為那些事你引述了 政府不需要負責 因為那些事你引述了 在司法覆核的時候 不可以以此為證據 主席 但是我們要聽一下 其中一個擁有那四本 顧問報告的黃維基先生所說 以及整體是牽涉在整個程序裡面的人 我們很聽清楚他說什麼 他說政府所說的是說謊 如果我們不用特權法 不傳召這些文件 我們就不能夠知道 究竟政府這句的基礎 甚至這六頁子 所謂的撤要或者總結 是不是說謊呢 主席整件事來說 發牌的機制究竟是什麼呢 好像決定的叫做特首會和行政會議 但是其實說穿了 是特首在行政會議開會裡面做的決定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梁振英先生在競選特首的時候 他當要答辯 說他是曾蔭權特首的首席行政會議員 趙集人 他不需要為曾蔭權錯誤的政策 有份做決定 當時的辯護就是 我是梁振英 我當時是行會的趙集人 但是決定那個是曾蔭權 是特首在會議當中決定 那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 會不會改變了呢 是沒有的 因為林煥光 是梁振英的行政會首席 趙集人 在開行會的時間 怎樣決定 就是梁振英特首 在開行會的時間 怎樣決定 為什麼這樣決定 為什麼這樣決定 主席 特首 昨天前天發了六頁子 代表政府發了六頁子 但是特首 沒有出來解釋過六頁子 沒有出來面對公眾 或者立法會詳細的質詢 他怎樣決定 或者他怎樣在行政會開會的時候 做決定 我們行使特權法 是要拿到那些基本的資料 看看有沒有基本的道理 是特首可以在開會裡面 作如此的決定 有些同事說 他說 傳了這幾份文件 就一定可以知道真相嗎 這是一個通天答案來的 任何一個傳朝的文件 甚至任何一個調查委員會 都沒有人可以保證 是一定可以得到真相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保證的就是 我們是在履行立法會應該盡的責任 我們是邁向知道真相 和迫使政府進一步交代的裡面 是多了一個機會 盡多一份的責任 這個就是 我們要對得住我們的選民 對得住 在民意調查裡面 有七成多的市民 是反對政府拒絕 香港電視這個決定 主席 主席 今天是一個很荒謬的日子 因為有很多商界的議員 他竟然 是支持政府 作如此錯誤的決定 反對自由競爭 有些工會的議員 他竟然是不鼓勵就業 不理會失業 原因很簡單 就是 因為一男子 做了決定 而 中央吹雞 大家歸隊 很大的力量 在背後施壓 我今天聽到很多同事 大罵 大罵 大幫忙 最後 他就是反對拿文件 主席 今天 當然 可能拿不到文件 但是 香港人 會記住大家 包括記住所有這裡的議員 你的選民 是會記住你的 其中一個 沒有發言的同事到現在 是陳婉嫻議員 我自己是很失望的 因為有很多人 在去年的投票裡面 是對陳婉嫻議員 過往 過往是為打工仔 過往 是跟那些 其他的建制派議員 是有些少分別 雖然他以往都被迫投了很多贊成票 但是今天 是不是可以陳婉嫻議員 不要進來這裡投票呢 你是不是可以 做一些基本的 給人 是相信你 原來有一條底線 你既不是要盲目支持梁振英政府 更加不需要 是令到自己 是陷於 可能是最後一屆 去成為立法會議員 都現蒙上的 一個很大的 污點 主席 有幾位功能團體的議員 其實 你真的可以 想清楚 是不是去 投那條反對票 或者投那票棄權票 或者一定要坐在這裡 雖然我知道外面很多狗仔隊 是盯著很多出口 但是在這個會議室 在這個大樓裡面 沒有人可以一定找到你的 雖然你在這個大樓裡沒有出過去 但是你仍然是可以 做了一個果斷的決定 而是令到市民喝彩和拍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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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